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麵包店一個月 電費5萬多塊 已經是咬牙苦撐 但在6月1號 電費將會調成 夏季店價收費 讓許多店家好憂心 平常有時候會在 5萬塊錢左右 6、7月呢 6、7月就是在看 有的時候會到6萬多 甚至往年也有到7萬多 麵包店的烤箱、冷藏庫 或是持續運轉的空調 沒有一個環節不需要電 假如限電或是停電 可能還會面臨停工問題 像我們平常一個月 大概是5萬的電費 現在大概都多了2、3成 到了6萬多左右了 不只麵包店 像日式料理店 也有同樣問題 除了室外 有八台冷氣持續運轉 橙魚片、地王蟹、和牛 等生鮮食材 為了保持新鮮 都要低溫冷藏 這店一耗下去 費用很可觀 因為進入夏季 台電會自動調整電費費率 非營業用戶 超過120度 電費就會分階段調漲 而營業用戶 則優惠到330度以下 不調漲 但因為合一廠跟合二廠 都有各自的問題 估計會減少 162.1萬千瓦的發電量 進入七八月 可能還會隨時發生 跳電或限電的情況 而且我停電會不會 就完蛋了 停電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可能就要停工 氣溫履標新高 讓電費也跟著飆漲 許多店家為了生活 只能勒緊褲帶 咬牙撐過 記者何孟謙黃之昌 新途報導 圖